在1887年建立起美丽的城市 美国南加州的汇提尔市不止历史悠久 最近还被一家华裔的资产管理公司看重 决定入主当地的古迹建筑 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森最初办公的尼克森大楼 并且要和知名的餐厅来签订契约 要赋予古迹新生命 目标要成为社区居民眼中凶闲的美食好去处 一阵闪光灯下 STC资产管理公司执行长许慧欣 正式与墨西哥餐厅负责人协约合作 未来要共同发展这栋古迹建筑尼克森大楼 宽敞的大空间 未来不只会进驻多国美食餐厅与手工酿酒厂 更重要的是还能结合现代文化与艺术 让尼克森大楼焕然一新 这代表现实质性 因为John和Ricardo 两个都是领导人 我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超级的 在南惠提尔历史的优美也不忘支持古迹改建 惠提尔市市长不只支持与华人公司合作 其实未来也希望有更多华人加入一起开发惠提尔市 华人也可以就是说靠我们的力量让他们其他的族裔呢 像这边的很多白人啊主流的这些其他的族裔呢 他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些贡献 那进而呢大家可以更容更和谐的在一起相处 经历多年依然屹立不咬的尼克森大楼 不止过去曾被当成美国银行总部 有趣的是里面还保有金库 而且地下室还曾被设为俱乐部 观众有扣想来一趟古迹巡礼 不妨专程来看看 东西新闻卫矿王金一在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